原标题 纪念台湾光复73周年新党 台独抹不掉历史 但历史会抹掉台独今年是台湾光复73周年 新党将于10月21日举办纪念党会 台湾联合新闻网29日报道称 这一次新党举办纪念大会 不仅庆祝台湾光复 还要借活动声讨台独奔子 立党美国赴台军演 确保台还和平 报道称 新党发言人王秉忠表示 由于近来美国与大陆关系紧张 台湾成为美国对策大陆的棋子 但民进党当局不思维护 两岸和平 反而平平表态因为美国占上第一线 非常不可取 他痛批台独想做美国棋子 但台湾不是美国炮灰 王秉忠新党进一步表示 1945年台湾光复 台湾一众奔走向告章灯结彩 还打出托币神威回归祖国是事实 日本人民杀戮超过60万台湾人 更强迫台湾女性作为安抚 把台籍日本兵拖到南亚战场当炮灰 也是事实 台独抹不掉历史 但历史会抹掉台独 据报道 由于九合一选举将至 庆祝大会当天 新大所提名的七位台北市议员候选人 与三位新卫市议员候选人 也将出席串场 结束光复节的历史意义 让与会者认识 并将在大会中发表 谁让美国来军演 谁就是台湾罪人的宣言 而当天 这些候选人也将集体承诺 当选后将推动在台北市设立为安抚同像 将中山堂设为抗日纪念馆 并要求台北市政府发行补充教材 修证至终 媚乐课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